这个速度还是有的 嗯 对 林杰邦要把手拿高一点 塞帕奇现在扫踢还是没有出来 对 用的并不是特别多 扫踢有力度 迎击的这种扫踢实际掌握得也不错 漂亮 林杰邦在单个技术组合也好 或者动作也好 没有特别出色的 但是他就胜在他的整个的节奏 对 有时候会把很多上手的节奏给带乱 对 看林杰邦其实看得比较清楚 对手这个意图 哎呀 又是老吧 林杰邦现在这个后手滑得也很快 对 啊 头要收紧 往里扑的时候头扬得太高 哦 这个缠爆实在是有点多 对 哎 不错啊 这后手很快啊 对 虽然没有完全打实 但是这个意识很好 对 借着自己的步法突然进去 有点 因为十分被动状况下还是拿到这个不停的摟爆 不停的摟爆 对 而且不是进攻摟 全是这种全是这种消极式的 气氛带起来了 对啊 萨巴奇现在只能 只能咬牙硬顶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两人一半战的时候 萨巴奇应该也是拿到一个黄牌警官 对对对 啊 还是改不了这个习惯啊 他本能的 对 萨巴奇这个选手本身从泰国选手来说 对体型来说啊 嗯 这个选手也扛打能力很强 对 应该这么打 其实纵观整个三角啊 有几次赛发机这个前手也好 后手也好 其实主要就是前手 也是明显集中的 对 是有效果的 对 可是他还是过去的泰神训练习惯 这种残暴啊 形成惯性了 对 是有机会的 对对对 这样自己在判斟上就吃亏了 对 好 我们看看最后的判斑结果 比赛结果 红方胜 加油